我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呢 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利用她 还是自己已经真的喜欢上她了 谁在哪 想不到 人前清冷孤傲高高在上的龙土女王 也有主动对男人投怀送抱的一天 你是谁 你怎么会藏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白可可越界了 越界 你什么意思 如果把龙土比作一群羊的话 那么你白可可就只是一只牧羊犬 以前你能高高在上受到别人尊敬 那是因为牧羊人看你兢兢业业赐给你荣光 但是现在 你一条牧羊犬竟然拿着牧羊人的羊去跟别人交易 你就该死 你是秦家人 他们派你来的 这是我的地盘 你最好别乱来 你的地盘 我说了 你就是一条牧羊犬 主人要你活你才能活 主人要你死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 是不是很奇怪 桌子上的按钮你按了那么久 你最信任的弟弟小刀却迟迟没有出现 你 你把小刀怎么了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死到临头还有时间关心别人 难道小刀已经遇害了吗 不可能 小刀是我身边战斗力最强的人 中东战场上浴血粪战过的铁血尖刀 他不会出事的 可是对方是万恶的情家呀 他们手底下的高手强者也都非同小可 认命吧 怪也只能怪你自己不老老实实当一条狗 有了不该有的一心 我不甘心 我想做的事情还没完成 可是在这种绝对力量面前 我只是一个柔弱女子而已 不是每个人都是十三 所以我用不了女王的美人计 等等 我为什么会想到十三 难道我在期待着什么 别做梦了 就算她在这儿 她也未必有这个实力救自己 一切都结束了 白可可 去死吧 哎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十 十三 是你吗 亲本家人 奈何做贼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藏在屋里 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 抱歉 一开始我还以为你是白小姐的私人保镖 毕竟我从进门就没看到那个叫小刀的家伙 那你为什么回来 因为我觉得你不像的好人 你特喵才不像好人 你全家都不像好人 老娘躲在窗帘后面藏得好好的 你能看清我像不像好人 你好像很生气 你想怎样 这就要问白小姐了 白小姐 你想怎么处置她 把我杀了她 乐意效劳 你想干什么 你敢动我一根毫毛试试 我爷爷可是 我错了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王八蛋 老娘都服软了 你还 我怎样 你要杀白小姐 我废你四肢 这不过分吧 你这臭女人 活该 不过 十三这家伙 发起狠来真的像个疯子一样 这还是那个 刚刚在我面前 躲躲闪闪 红脸扭捏的 像个小媳妇一样的十三嘛 只有在我面前 她才会像个姑娘家家吧 这种感觉 真好 有种你就杀了我 这世上会有很多人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敢吗 你这个傻却 难道说我现在放你离开 就没有人想让我死无葬身之地了吗 既然梁子已经结下 那我为何不做得更绝一点 你威胁我是因为你不想死 可我偏不让你活 你要为你刚才愚蠢无知的行为 付出代价 王八蛋 一特喵再不出手 老娘就被这杂碎干掉了